一段时间以来 美方反复借舌疆问题 造谣声势 实质就是企图阻恶中国发展 破坏新疆繁荣稳定 美方迫使跨国企业 选边站队 对其效忠的做法 是赤裸裸的政治胁迫 完全违背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 不仅损害美自身利益和国家信誉 还会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扰乱国际贸易秩序 中国新疆的棉花洁白至优 美丽新疆的民众勤劳能干 相信越来越多的企业 能够明辨是非 排除政治压力干扰 独立自主 做出商业决策